先议员胡秋金直询建设处 为什么去年木兰地台风过后至今 陷到197以及前往红叶的36线都没有重建的动作 他希望7月以前赶快完成修复 除了红叶山上有进行修复工程以外 其他的灾害比如说台线19G线 现在往红叶的36线 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重建、附建的工作 原品乡民很忧心、很愤怒 要开封了,又要来了 是不是你们没有经费 还是没有工程工 还是没有公司工 还是你们根本就是说不要再修了 包括县长 是不是你能不能7月份以前 看看能不能确实赶快把台197线 还有往红叶36线的赶快处理 随力会进行北南上进的抢修工程 危急道路使用安全 胡议员请建设处协助处理 上旅到清水 那个道路 因为那个是水利局 水利会 水利会 水利会在修那个 就是北南那个水有没有 对对 所以他们 在修的时候他们用卡车把那个土石载 然后就往那个道路那边下去 对 每天走来走去 又下雨天 整个道路都破掉 摊散 这个部分我们也针对道路维护的部分 我们有反应 胡议员质询 红叶温泉特定区的都市计划 是否持续进行 建设处达询 会和乡公所沟通后 再开部落会议听取意见 已经往生的造林者 十几年前领取的造林奖励金 胡议员质疑 为什么县府要向其后代追回 台东车站停车场周边杂草丛生 胡议员请官吕处尽快协助清理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第十八届 第五次定期会 6月2号县政总咨询议程 县议员胡秋金的问证内容摘要报导 由刘热文整理